第十章 王小鸭终成正果 小鸭与我的荒诞之旅 自从贾小叶和我相继结婚之后 王小鸭就更加似一个 结婚狂的状态 她堂堂一个著名的央视女主播 竟然选择了去相亲 要说她的相亲之路 那是充满了各种奇葩的故事 最为离奇的一件事 就是她的相亲对象一上来就请她签名并合影 各种自拍还要放进自己的出口空间 令她哭笑不得 当时的她处于一个特别迷茫的状态 特别渴望拥有一个家庭的她 有些病急乱投医的感觉 她常常处于焦虑当中 沈冰 我已经四十多了 再不嫁人我就错过生育年龄 就意味着我这辈子不能有孩子了 一个没有孩子的人生 对于女人来说 是不是特别残缺的人生啊 她甚至想到要去成都找前夫复合 我苦口薄心地劝她 一定要放好心态 可是她还是执意要去 我要是不去 我怕我这辈子都会留下遗憾 正好那段时间我处于休假期 蔡建国又出国考察去了 在王小鸭的一再相约下 于是我便陪她去了成都 我事先跟人等到了成都 一出机场 我们就看见了她前夫所经营的 上市公司的广告 在大街上 我们眼前尽是青春曼妙的女孩 都说成都出美女 看来传言不假 突然王小鸭又改变了主意 说不去找吕成功了 要在成都尽地主之意 陪我吃遍成都鸣小吃 我当然觉得这个提议不错 在我看来 王小鸭想去吕成功复合的想法 本来就是充满了荒诞的感觉 我总是对她说 好马不吃回头草 也许是这一段婚姻 带给王小鸭太多 可以弥补的想象空间 因此 她总是在幻想着 如果他们重新开始该是如何 可是 开工没有回头见 两个人的生活轨迹 已发生太多的改变 也许 在彼此的心里 还会为对方留有一席之地 但是 那曾经的伤痛 那些没有交集的岁月 已无法修补有了裂痕的感情 王小鸭决定 不去找吕成功的决定 显然是正确的 因为后来我们从另一朋友处得知 吕成功现在的女朋友 也是川大毕业的 与她一起在商海共进共退 而且还只有28岁 王小鸭得知消息后 黯然了一会儿 马上又缓过进来 走 我带你去找米家山去 让她请我们一顿大餐 王小鸭打通米家山的电话 巧的是 米家山正好也在成都 我以前对她与米家山之间的传闻 略有耳闻 王小鸭形容米家山 是她生命中的贵人 不曾插足米潘婚姻 米家山派车来接我们到她的地处 那是一个幽静的二层小楼 墙上挂满了绿色的藤蔓 王小鸭给我介绍 那不是她的家 是她的公司 走进小院子里 有一个用茅草搭乘的茶社 米家山以气好的当春的碧螺春 在等着我们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米家山 虽说之前我是她的影迷 她拍摄的玩主 爱之船都是我欣赏的佳作 她见到我们很热情 我察觉到她与王小鸭之间非常的熟悉 王小鸭就跟到了自己家一样有些随便 米家山显露出长辈的慈祥 令我开眼界的是 在这个成都最繁华的地方 竟还有这样一个幽静之地 这个类似隐居的世外桃源之地 是米家山的广告公司 这家于1991年创办的 四川德时广告有限公司 虽说工作人员没几个 又处在不易发现的地界 但其业务繁忙 非常活跃 米家山都是看人才接活 这是这家小小的广告公司 活跃在影视界 拍摄影视以及广告片 为米家山带来的是不容小觑的人脉 以及足以让她舒适的财富 米家山生于1947年5月 河北搞成人 生于山西 米家山个人十分低调 很少在媒体上露面 甚至网络上也很难找到她的照片 米家山看上去并不起眼 由于是美工出身 看上去胡子蓬松 拉里拉他 不修蝙蝠 永远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大输控的标签 在我身上又发挥了作用 我心里有了难得的亲近感 潘红的老公是她后来的身份 先撇开不谈 首先说说她的家庭在背景就很不一般 米家山出身于高干家庭 其父米建叔 是新中国解放后的成都市第一人市长 市委书记 母亲马俊之 四川医学院院长 她还有个妹妹叫米瑞荣 现在是成都万博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是成都房地产大万 米家山于1975年9月 毕业于山西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 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份 而在那个时期上大学 还是读艺术系的年轻人是屈指可数 可见米家山的家庭条件之优越 同年分配到峨眉电影制片厂任美工助理 场季 第二年 也就是米家山毕业后的第二年 她误打误撞进入了故事片欢腾的小梁和剧组 这部影片没来得及全面上映就被定性为 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逐渐被人们所淡忘 这部影片在米家山的个人经历中 几乎没什么艺术价值 但是 正是这部影片让她遇到了她后来的妻子 刚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前来打酱油的潘红 由于这部影片是典型的高大权题材 剧组里老同志居多 于是 这两个刚刚毕业不久的小年轻就格外难得 他们经常躲在角落里聊天 潘红被米家山成熟的气质及才华所吸引 不能自拔 自那以后 两人便经常写信联系 直到后来确定了恋爱关系 因为有传闻一直说米 潘的离婚与王小鸭有关 所以我也一直没好意思向王小鸭追问 米家山为什么会和潘红离婚 那可是我童年心目中的神仙眷侣 见着米家山与王小鸭如同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他们自然随和地聊着天 我忽然感觉这不是王小鸭一直向往的生活吗 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男人 不就足够了 后来 米家山在成都最好的海鲜酒楼里叫了菜 我们就在他的茶室里 随意地或作或谈 一边喝着红酒 一边吃着海鲜 觉得成都的生活气已极了 我开玩笑说 如果我是王小鸭 我就不会舍弃成都的舒适的生活而去北京 不想此言一出两人有些尴尬 米家山笑着说 都是我的错 原来王小鸭当初能进央视 全靠米家山的帮助 王小鸭早在十岁的时候就认识了米家山 当然那时候他称呼他为米叔叔 而不是现在的老米 1978年 峨眉电影制片厂来到了一族大梁山 拍摄电影奴隶的女儿 潘红被著名导演谢锦推荐 担任该剧的女一号海莱乌虾 而作为峨眉厂自己的戏 米家山则是当时美术师李凡的助理 该片的美工 当时两人刚刚确立了恋爱关系 也正是源于这部戏 米家山与潘红 同时认识了大梁山的宣传部长王传婷 以及他年仅十岁的女儿王小鸭 那时当时王小鸭的父亲给予的电影设置组极大的帮助 不仅在拍摄场地上给予了他们最大的方便 还参与了电影剧本的修改工作 当时年仅24岁的潘红十分重视这部戏 这也是他独立单纲女一号的第一部戏 还有知名的老演员如田华等为他配戏 因此他压力很大 当时天真无邪的王小鸭 缓解了他不少紧张情绪 在剧组来拍摄电影期间 王小鸭高兴得跟过节一样 天天往剧组跑 学都不愿意去上 剧组上上下下 也都很喜欢这个乖巧懂事的小丫头 王小鸭至今还保留着 当时他与米家山 潘红的合影 当时的潘红刚刚开启演艺生涯的春天 他就认定了米家山是他生命中的那个人 潘红也是年仅十岁的王小鸭心中的女神 这部戏上映之后 潘红饰演的海莱乌虾 这个坚韧绝强的一族少女 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潘红的演艺事业开启了一扇大门 成为新晋 金鸡奖的影后 与米家山也终修成正果 由于 王小鸭认识米家山的时候才十岁 就永远给米家山留下了王家小丫头的印象 对她完全是长辈般的慈祥 女主播的生命里都有贵人 王小鸭说 这都是命 当初要不是老米帮我 我现在做个悠闲的成都少奶奶也不错啊 米家山哼了一声都说是性格决定命运 你要当初就是这么安分的人 哪至于现在还飘浪当的 虽说两人如此斗嘴 但我心里明白 王小鸭一直从心底里非常感激米家山 当初的她就职四川改革日报 经营不景气就裁员 刚刚遭遇了失业风波的她 只好通过父亲的指点前来找米家山 米家山直接跟她说 既然报社不留你 你直接去中央台多好啊 王小鸭愣住了 她个人的职业理想从没有想到过央视 她只想通过米家山的关系 能够另外找家报纸或者杂志 能够糊口即可 连进省台都是她遥不可及的梦 何况是中央台 米家山作为一个成熟人士的眼光 让她不要低估自己的潜力与能量 人的一生很短暂 要做就做最好的 你的梦想 不就是做一个证券市场或经济领域的权威记者 除了中央财经频道还有哪更合适呢 面对米家山坚定的眼神 王小鸭心里只是默默地念着三个字 我行吗 她打亮着眼前胡子八岔的米家山 不知道这个人到底靠不靠谱 王小鸭把米家山说的话 转告给了当时她的老公吕成功 吕成功也支持王小鸭去试一下 此时 吕成功的事业也进入了冲刺阶段 她更忙碌了 她对王小鸭说 我看央视的那些主持人 也不就有鼻子有眼的吗 你又不比他们差 王小鸭都被逗乐了 吕成功对小鸭提出 以两年为限 要是她成功了 王小鸭就回来当家庭主妇 要是王小鸭成功了 自己就去北京给她当保姆 王小鸭乐了 开玩笑地问 假如两人都成功了 那谁做出牺牲呢 如果真的这样 简直就可以去买彩票了 两人笑哈哈滚坐一团时 王小鸭的心中 突然想起了米家山与潘红的婚姻 追逐事业的两个人 是不是注定要分离呢 她的心头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进入北广学习的最大好处 就是开阔了眼界 人生也有了更高的目标 王小鸭在北京广播学院 进修结束的那一年 米家山亲自赴京 找到了自己主管财经频道的发小 王小鸭直接由主管领导面试 闯进了央视 之后 王家老老小小一直很感谢米家山的帮助 等年过节都会带上土特产 给米家山送去 米家山则反复对王传婷说 老哥 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当年你那么帮我 现在是你自己女儿培养的好 我只是举手之劳帮她引荐一下 你不必跟我客气 一番话说的王传婷热泪盈眶 感慨自己好命结交了这么个朋友 米家山向来谦虚低调 谁不知道央视如同过独木桥 每年多少北广的正规播音系 毕业的大学生 研究生都进不去 在家是各个名牌大学 财经专业的毕业生 如果不是非常硬的关系 听王小鸭只在北广 读了一年的一个进修生 怎么可能进入央视面试 并一进去就可以上镜主持 后来王小鸭与米家山 一直是没大没小的 很多时候让人误以为 他们是一对老夫少妻 而且那时候米家山 与潘红的消息密而不宣 导致很多人误以为 王小鸭是米、潘二人之间的第三者 其实米与潘离婚时早在1986年 那时的王小鸭才18岁 正在大梁山准备高考 何来插足一说 王小鸭一直大大咧咧的 关于她的各种传闻 她也懒得解释 这次我便顺道帮她摘清 正当我替她名不平时 她却叹口气 说她确实对米动过情 但米拒绝了 米家山与我们交心 在成都的时候 我的确处于非常放松的状态 更重要的是 我与老米非常聊得来 从影视到财经到新闻到民生 我们的想法非常接近 短短的几天时间 我与老米有了非常亲近的感觉 王小鸭有时会吃醋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老米问我们 婚姻什么最重要 我们面面相去 她说沟通 理解最重要 于是 在一个宁静的夏夜 伴随着大榕树上的禅叫声 米家山一杯茶 一支烟 向我们娓娓道来 她从未披露过的 她和潘红的故事 那时的他们结婚 虽说赶上了早班车 但是不曾预料的是 两人的视野 同时进入了各自的巅峰期 自拍摄奴隶的女儿之后 潘红马不停蹄地 出演了三十多部影视作品 在银幕和银屏上 塑造了几十个不同类型 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曾三次获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并因此获得 1995年 第十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 潘红成为了 许多优秀电影女主角的不二人选 《沙漠驼灵》 《苦恼人的笑》 《透过云层的霞光》 《杜石娘》 《香章树》 《四十不惑》等多部影片 多次获得演艺界重量级奖项 与刘晓庆及《思情高娃儿》并列 被称为新时期三大女性之一 但两人刚刚结婚的第二年 两人都差点离婚 那是潘红平生第一次经历了《绯闻》的代价 1979年 潘红与有名的帅气才子杨炎进合作 《苦恼人的笑》 杨炎进是潘红上戏的大师兄 同时还是小杰 夜半歌声等知名影片的大导演 杨炎进的帅气 才华是公认的 但当时 他已与上影场的另一位女演员洪荣结婚 并育有两个女儿 拍该片时 杨潘两人每日在片场相处 一个演技出众一个才华横溢 不仅惺惺相惜 擦出火花 不仅书信传情 其绯闻更传遍整个上影 洪荣自然不甘心丈夫在外偷星 于是 选择了一种最像村妇的毫不含蓄的战斗方式 将潘写给杨的情书贴到上影场大院里 然后大闹上影场 结果上影场对潘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杨延进也被记过 洪荣胜利了 但自己也因此而获得一纸离婚证书 而杨延进 后来重拍夜半歌声时的女主角李云 更是和他传出漫天的绯闻 更有人将当时的李云与杨延进 比作后来的张义谋与巩俐 而李云则是潘红上海的教室李志瑜的女儿 李志瑜严厉反对 女儿的这段相差23岁的忘年恋情 不惜中段女儿非常好的演艺生涯 将李云逼到美国结婚生子 李志瑜与洪荣两个最敌是杨延进与潘红的人 最后却戏剧化地走到一起 结尾了夫妻 时光已过去了20多年 昔日的才子佳人均已介入暮年 但这两人的恨意似乎还未消除 前不久这对半路夫妻又在媒体上爆料 说潘红实际上是他妈妈和苏联专家的私生女种种 也算是人间极品了 之后 米家山于1983年 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深造 1985年毕业回到峨眉电影制片厂 指导的电视剧《弯弯的时镜》 曾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 电视剧《爱之船》被选送到日本东京 参加国际电视节目展播 1987年 与韩三平联合指导影片不沉的地平线 令人刮目相看 在影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88年 米家山独立指导电影玩主 一炮打响 影片以幽默调侃的方式 通过3T公司这样一个荒诞的载体 对现实社会的病态现象和病态人格 进行揭露和抨击 影视界对该片褒贬不一 荣获第九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六项提名 1989年 他到福建饱含忧患意识 拍了不反映中小学流失生现状的儿童片 《你没有16岁》 影片属艺术探索片 争议颇大 但他本人此后进入中国 最有才华的优秀导演之列 童年指导巴黎来的枪手 另外 他指导的影片还有原事遗产案 《圣保罗医院之谜》等 关于潘红与米家山 他们俩人近十年来事业上的成功 都可以各自写上一大篇 但关于二人的婚姻 却只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十年的婚姻名存实亡 两人十年的婚姻相处的时间 却只有不到一年 其中有五年时间 潘红是独自一人 在峨眉电影制片场度过的 两人见面后 完全没有夫妻之间的亲密感 只是陌生的感觉 于是 在拍完《爱之传》之后 米家山找到潘红问 你到底是想要做明星还是要做女人 我们这样过下去 没有意义 潘红当时很难受 但她没办法答应米家山 放弃现在蒸蒸日上的演艺事业 同时她也明白 维系这样一段感情是没有意义的 于是 她同意离婚 这年潘红才32岁 如今的潘红已经60岁了 如今的她依然活跃在各大营评上 依然冷傲 优雅 但她自离婚后一直单身 感情生活易于空白 她的生活就是穿梭在各大剧组中 没戏拍的时候 她就孤独地要命 潘红曾经给她打过电话表示悔意 如果当时我回答做女人 我现在会很幸福的 只是那时候我不甘心 我总想着我能做得更好 我希望那个时候 她能引领着我长大 成功 可是任何人都是不能带你一辈子的 我现在的这种结局 是我自找的 如果是你们 你们会怎样选择 是成功还是做幸福的小女人 回到酒店 米家山的问话 一直在我心头盘旋 我突然的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米家山是个重情义的人 回到酒店 我与王小鸭久久不能入睡 我们还在为米家山与潘红之间的故事 唏嘘不已 都十分惋惜这对影坛抗力的分开 王小鸭又联想到自己 如果当初她与吕成功一直贫苦的相守 不知也是否算一桩幸事 但米家山当初对王小鸭的建议是走出成都去 她看到了她的潜力 希望她能走出小家庭 去世一世 当初按照王小鸭一直做媒体的想法 她帮助王小鸭进入省台 与中央台都不是什么问题 问题是如果要进中央台 恐怕还需要王小鸭去度镀金 王小鸭想了想 说那自己去北广考研吧 米家山果断的摇头 没必要 考研太费功夫不说 还需要三年时间 中央台一个萝卜一个坑 等三年之后 再是什么情况难说了 去镀金 只要去北广上个一年制的进修班就足以了 这真是贵人啊 王小鸭于是听从了米家山的建议 准备九月份去北广上编导专业的进修班 之后 便有人时常看见王小鸭 进出这个幽静的小院子里 关于她和米家山关系的各种传闻就传开了 之后王小鸭成名后 还说她是破坏米家山与攀红婚姻的第三者 这个王小鸭从未澄清过 我问王小鸭为什么不澄清 王小鸭却说我还一直心存幻想 那时候很依赖她 我在想如果她看着我渐渐成熟能干 会不会考虑把我留在身边 不得不承认 米家山确实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 曾有娱乐记者向潘红询问过 她与米家山分手时有没有第三者 潘红予以否认 并深情地向米家山表白 她一辈子都在乎米家山 潘红说米家山曾是她的丈夫 现在仍是朋友 在她心里似乎永远也磨灭不了她的痕迹 我常常会问她怎么看我的生活 有时我很怕面对这个问题 可以说有很长时间我是硬撑在那里 就是活给她看的 潘红毫不掩饰自己很想做一个上海小女人 能常对爱人发发点 可是米家山却不能接受这样的交往 她不会宠女人 所以我现在会担心她不够体贴老婆 所以我会在电话里教她如何爱护别人 其实我现在就敢对她爱人说 我对米家山是最好的 没有人能比 我一辈子在乎她 面对潘红的隔空事案 米家山却有些尴尬 她有些害怕潘红的旧爱重提 她觉得是时光已经过去 不用再提 在王小鸭的眼里 米家山也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她帮助王小鸭 主要是袁宇和她父亲的交情不错 再加上她自己也认为 王小鸭是个做媒体的好苗子 她一直尽心尽力地帮她 王小鸭进京之前 频频进出米家山的小院子 是因为米家山在为她去北京发展的人脉铺路 把来成都办事的各方好友 都介绍给了王小鸭认识 给她在北京的生活带来不少的便利 见过上品就难再凑合 王小鸭问我 你婚后觉得幸福吗 我愣了一下 挺好的 王小鸭摇摇头 这就不是最好的状态 我想了想 我们之间很有好尊重 家里的事情会在一起商量 但又保持距离 不完全敞开 不像和老米一样 会聊感情 会聊很多的情感话题 但很多中国式的家庭不都这样吗 王小鸭说 我以前也这样想 但是心乱了之后感觉就不对了 王小鸭给我讲 如果说老米给了第二次人生 一点都不过分 刚进台李时 和很多女主播对着镜头会上瘾不同 王小鸭刚开始特别害怕 看自己的图像 我不敢看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好 特别不自信 样子也不好 我觉得看什么都别扭 口齿伶俐的 王小鸭刚刚进入央视的时候 身为四川人的 她甚至分不清英雄的 应是前鼻音还是后鼻音 还专程打电话去问朋友 后来 她就随身带着一本新华字典了 王小鸭透露 念错字 央视的罚款标准是200元 坊间传闻的罚50元 是领导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而她最高一个月曾被罚过700多元 也是出于不自信 王小鸭进央视后 就没买过除了黑色之外 任何其他颜色的衣服 因为她怕搭配不好看 就会显得自己土 老米知道她的顾虑后 便找时尚界的朋友 带她去买衣服 终于成为中央电视台的 一名临时工 做了一名北漂在北京 王小鸭没有住的地方 只能住在地下室 生活的艰辛到没有什么 对王小鸭来说 最痛苦的是对家人的思念 她从小到大 从来没出过四川省 来北京后很不习惯 冬天都会因为室内干燥而流鼻血 她给米家山打电话 米家山安慰她说 是是北 觉得行就干 不行就回来跟我干 哪找不着吃饭的地儿啊 话虽这么说 过了几天 米家山又给她打电话 说自己有套房子空出来了 让她搬进去先住着 免得有租客牢搞得乱七八糟的 当她从地下室搬进公寓的那一天 同事们都羡慕死了 有人猜 王小鸭是在给米家山做二奶吗 但你相信吗 她这么全心全意地帮助别人 就是不求回报 中央电视台每年都有 成功实现梦想的人 当王小鸭看着白颜松 这些和自己一样出来闯荡的人 也欢天喜地地搬出地下室时 那颗不甘的心就在催她进去 王小鸭那时还没和吕成功离婚 年元月 吕成功把自己的公司发展成了集团 在准备庆贺开张的日子 吕成功给王小鸭打电话 让她无论如何回成都一趟 以夫人的身份出席庆典 此时 王小鸭正要去外地采访 她对吕成功说明了事件的原委 吕成功急了 开张事件大事 自己辛辛苦苦这么些年 不就是让作为妻子的王小鸭 看到这一切吗 怎么能不来 她在电话里和王小鸭大声地争执起来 正忙于工作的王小鸭解释了一句事情特殊 别人会体谅的 就关掉了电话 吕成功再打 怎么也打不通了 等到了开业的那一天 吕成功的喜悦都被满腹的怨气冲淡了 这件事情 给两人之间的感情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两人的关系渐渐疏离 我有电话 也说不上几句就无话可说了 是啊